兄弟嘛 皮皮虾是海滩上最听话的海鲜 剑洞就是钻 剑洞就是钻 只要你放一个小洞他就往里钻 有很多老铁问我说点红星 呃那个特别的累 还费电 还有屏幕还容易碎 你包陪我包陪 给你们包陪点红星加关注啊 一会直播了 哎 你吃我腿干什么 有好多小伙伴私信跟我说 琵琶下的壳是异常坚硬的 不知道他的肥度如何 可以给我剪开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给我留下一个双筋 今天这个双筋我也不要了 只希望远方你看到这个作品 开心有快乐 吃个皮疙瘩的老铁抠一 没有吃过的抠二 记得添加上一个小关注 看我赶海直播咯 我哥哥和小姐姐都问我这个海花蛋到底应该怎样吃哈 其实这个家伙是不能吃了 渔民打到他一般都会把他放生 因为这个家伙非常的稀有啊 很多朋友见到这么漂亮的花蛋 进来就点亮了小红星啊 好多朋友喜欢户外赶海捉海鲜 双击加了个关注 第一次来到海边啊 走在那个沙滩上啊 看这种小红点啊 千万不要凑过了 拿个铁锹给他挖一挖 下面应该是有大货的啊 这一只海花蛋啊 少说也得一斤多重啊 别人家的小姑娘都有好多双击啊 不知道我这个小姑娘 不是我这个小伙子有没有双击啊 记得加个小小的关注 来吧兄弟们啊 一直一来我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或者说想法吧 就是说我发的段子如果有100次播放 能有10个人给双击 那该多好 我是不是想多了 这个漂亮的海葵能换回10个双击吗